中广早报新闻 可以接收最新的直播讯息 有任何意见可以上中广主播谢叶荣的脸书粉丝团 可以去上面留言给我 我们会做一下交流跟互动 好广告时间结束 回来关心今天各个主要媒体在头版的新闻重点 忠实联合苹果今天的头版头条 持续锁定在新冠肺炎的疫情话题 而在自由时报部分今天比较特别 今天头版整个版面 找不到跟疫情相关的焦点 三条新闻两张图文照片 都跟新冠肺炎疫情无关 关心的是关于这些 所谓中国籍人士享有台湾健保福利的一些争议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关注的重点 而在综合性报纸疫情报道焦点部分 联合报跟苹果日报 把焦点放在昨天台湾有个旅行团 他们要到以色列去玩 有11个人 因为同班机上有一名乘客 是钻石公主号上的旅客 验出有新冠肺炎病毒 所以这个以色列拒绝让 这一个班机的乘客入境 所以取缘机都遣返回到台湾来 那回来之后 当然我们也很紧张 所以赶快上去检疫 其中发现有一名团约出现了发烧症状 其他人没有症状 通通已经回家居家隔离14天 好这是联合报跟苹果日报 头版头条的重点 至于中国时报 今天头版头关注的焦点 则是放在院内感染 昨天台湾又增加一起确诊个案 这名确诊个案呢 它是第34例爆发 北部一家医院院内感染的一个源头 这个34例 它的女儿 因为陪病的关系可能也被感染了 所以今天忠实的焦点 放在医院里头的院内感染讨论 到底这个影响程度有多大 院内感染的严重性 已经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是忠实关注焦点 忠实联合 今天头版二题 都是国外的疫情讨论 在联合报部分 关心的是韩国的新天地教会 昨天教主公开下跪道歉 日本方面的疫情呢 则是日本政府考虑要发布紧急状态 紧急命令 财经焦点 今天两个财经报纸 头版头条 当然都是疫情影响到周边金融市场的表现 好 在今天的头版头部分呢 工商时报关注焦点 放在各国央行 现在要动起来了 权力就是 效果相当大 在央行喊话 以及大家对联准会降息的一个预期影响 今年清晨的美国股市大涨 其中道琼涨1293点 涨幅超过5% 不管是涨幅涨点都是新记录 那可以想见 包括了今天的亚洲股市 可能也会跟进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呃这个表现出来 大家可以来预期 另外在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都关注的 另外一个话题是昨天台北股会表现 股会脱钩 台币强升了2.06角 股市昨天开盘是补跌行情跌200多 不过盘中拉回 甚至甚至有机会要回到平盘之上 不过最后收盘还是跌了121点 好这是今年各个报纸 综合一下哦 在头版带给大家 呃这个比较重要的几则焦点新闻 在详细内容部分呢 我们现在就一一来听 联合报今天头版头条的标题是 台团遭已遣返 这个以色列哦 一人送医 口罩购买加码 成人七天三片 儿童七天五片 呃 在以色列这个旅游团被遣返的这起个案部分呢 这是十个台湾旅客到以色列去玩 疑似跟一名罹患确诊的以色列籍男乘客同机 所以一入境就被遣返 昨天傍晚已经回到台湾了 那呃 没有症状的团员就回家居家隔离 有症状的 当然就立刻到医院去做治疗 这是呃 这个今天早报的重点 那当然在飞机上还有别的旅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昨天我们的指挥中心 特别叫大家放心哦 说这个旅客呢 其实呃 这次包机全程都有戴戴戴这个口罩 只要不是过分的接触的话 应该是还好 那落地之后立刻派人到飞机上去检疫 上下呼吸道都裁剪 因为现在要比较严谨 这个病毒非常的刁砖 又狡猾不能够轻放 所以昨天裁剪过程是相当严谨的 那这一起个案之外 昨天新增加的个案呢 则是呃 第41例 我国增加到41例 6人医院群聚 昨天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说 新增个案是先前第34案的20多岁女儿 被列为确诊个案之后 一采阴性没有症状 二采阳性确诊 而这一起的医院群聚已经增加到6人感染 而外界指一说最早发病的护理人员 急诊室清洁人员可能是案34跟他女儿案41的感染源 因为他的案34的感染源现在还不是很确定 会不会是护理人员跟清洁人员传染的呢 陈时中说他也不敢保证 但是合理推断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早就应该爆发更严重的院内感染 应该要出现更多的个案才对 这是陈时中的说法 不过今天中国时报在头版就非常担心这个部分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说 案24跟案34同院诊治 所以感染源可能不止一处 院内交叉感染恐怕会扩大 这是中时今天头版头条的大标 来听听看中国时报说什么 中时说昨天指挥中心证实 24例跟34例是在同一家医院 不过入院的时间点住院的病房是没有重叠的 那会不会有交叉感染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没有重叠时间更大问题更大 显示出这家医院的感染源可能有很多个 不止一个 所以感染个案或许还会再增加 专家怀疑可能早就爆发了院内感染 而在疾管署的这个前疾管局的局长 也是昆阳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苏毅仁说 新冠的新冠病毒它没有症状就可以传染 所以在防疫工作上特别的困难 院内感染的防治更是难上加难 如果说是清洁工传给34例的话 那谁传给这个清洁工恐怕拉上去就是更大的问题了 所以指挥中心不应该现在停留在澄清的阶段 或者是在目前不断不断花费力气去找感染源 而是要赶快进入减灾的工作 因为医护之间的传播是我们最担心的 所以高雄市立小港医院的感控室主任张科他建议 医护人员如果真的是感染者的话 赶快就要分区固定班别上班 因为医护人员很多要轮班一下大夜班一下白班 所以他说不要再去轮了 大家固定 那专责病房也要固定在同一区 可能相对来说影响的层面会比较小 专家好久以前就开始呼吁说 慢慢慢慢我们的防疫政策作为 要从围堵慢慢变成减灾 昨天行政院长苏贞昌视察疫情指挥中心的时候 他也不说第一阶段的防疫工作 我们已经守下来了 接下来进入围堵跟减灾并行的防疫阶段 指挥中心除了已经提升到一级开设 防疫工作也是跨部会执行到 而且接下来苏贞昌他会亲自主持 所有重大决策性质的一个会议 这是算是有回应到外界对于整个防疫的作为的层级 以及目前的阶段 希望赶快进入减灾来防止更大规模的社区传染 昨天苏贵说了 我们已经进入围堵跟减灾并行的阶段 今年早报在联合报跟中国时报都会看得到 另外中时在内业的三板很担心说 如果说我们一直在纠结社区感染的话 会把医护人员第一线的这些人力直接置于险境 他说病毒进入医疗体系 分仓分流恐怕是不够的 已经没有办法防止这些社区传播的扩大 中国时报记者郑玉珍的论点 他是说感染源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这个院内感染 从2月12号开始回溯筛检流程的 可以慢慢找到确诊个案到现在 代表说确诊患者跟医护早就有接触 已经进入医疗体系了 如果说我们一直在雕花 一直在去找源头的话 就是搞错方向 长达半个月纠结在社区感染定义 打造台湾没有进入社区感染的形象 并不是现在应该做的 而是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做好准备 承认病毒进入社区 全面提升防疫作为 中时记者他直接说 指挥中心的防疫从现阶段来讲 好像慢了一点 慢半拍 你并不是要持续纠结在口罩数量产能上来 或者说密闭空间才要戴口罩 甚至叫大家不要开冷气 开窗户保持通风 他说很多人在高楼大厦里头上班 要怎么开这个窗户去通风 所以说纠结在这些细部的讨论 似乎不是现阶段的重点 建议赶快进到下一个阶段 全面防堵减少进入社区传播之后的灾害 另外在台大公卫学院部分 昨天也开了记者会 也是进入下一阶段 直接就建议说 我们接下来要拉长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所谓的社交距离 保持一公尺以上 不管你是坐捷运 坐公车跟别人交谈 希望尽量或者是在办公室 这些密闭空间 距离尽量都拉长到一公尺以上 甚至大型活动不是不能办 像中华职棒3月28号开打 主办单位应该进行发烧筛检 观众在球场上 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 保持一公尺以上距离的话 就叫大家乖乖把口罩戴起来 这个跟目前现阶段说 密闭空间长时间接触才要戴口罩 健康的人不必戴口罩 我们指挥中心的一个指示 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不一样 他说如果说不管是在哪里公开 或密闭空间 如果你的距离没有超过一公尺的话 通通把口罩戴上 这个是台大公卫学院提出来的建议 另外台大公卫学院也说 建议大家上下班 最好是慢慢企业要配合 政府也应该做一个宣誓 尽量来分流上下班 分流上下班的好处呢 是在大众公共运输上 包括捷运拉公车 你同时上班的人变少了 那大家距离可以尽量尽量拉大 不会真的是口贴口鼻对鼻 这样更容易被传染 这个是台大公卫学院的建议 其实今天在总统府方面的说法也是 如果疫情升温的话 总统府不排除分区分时段上班 希望尽量能够减少 所有人一起被感染的机会 这个是在建议部分 这个包括了总统府的一个回应 包括学者的建议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今天开始都要戴口罩呢 原则上政府是没有这么说 我们的口罩政策官方的定调 没有改变健康的人不必戴 那密闭空间长时间接触要戴 不过专家学者都建议大家把口罩戴起来 那口罩到底要去哪里买够不够用 昨天苏葵苏贞昌表示说 因为现在整个产能提升上来 从一开始一天一百多片到现在的六七百片 接下来上看一千片 所以大家实名制买口罩也可以放宽了 成人七天可以买三片多一片 而儿童呢七天买五片 至少上课的日子哦 不包含你的假日自己去课后班 或安亲班或才艺班 至少上课一到五 每天都可以有一片口罩可以使用 这是今年早报在国内的政策部分呢 做的一些报道 联合报今天的三版大标示 陈时中也特别提醒疫区集会飞机医院 这是四大风险区 詹长泉 这是刚才提到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 他说通勤没有分流 人潮拥挤就要戴口罩 石崇良他表示 设200个社区筛检据点周内启动 好这个 社区筛检的重点是 希望尽量能够 不要所有人都涌到大医院去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的副院长马慧明表示 用体温跟接触室来筛检有难度 所以必须要透过实验室的检验才能够确认 建议从社区广设筛检站 究竟分析民众体温跟接触室来提升检验的能量 所以我们的中央也打算这么做 马上要设200个社区筛检点 不必通通跑到大医院去 而医院设门禁恰功探聘人潮跳脚 这是整个疫情陆续传出之后 甚至还有医院的院内感染 所以民众到医院去要先刷健保卡 填风险评估表 不过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耐烦就抱怨了 这个现场其实医护人员也很为难 还是要请大家帮帮忙 非常时期 尽量尽量配合这些防疫作为 而台北领口长庚 这些长庚体系的医院更加严格 建议14天之内 如果你曾经到1到3级 旅游疫情警示地区的民众 通通暂缓 或检查 换句话说 你如果到过这些地方 长庚医院不给你看病 不只是探病 你要检查 要就医 他都不看了 那这些地方包括哪些呢 那最严重的 包括日本 韩国 大陆 香港 澳门 伊朗 意大利 甚至新加坡 泰国 都被点名了 那提醒您 不要白跑一趟 因为这个周车往返 也是浪费很多时间 长庚医院说 如果你14天之内 到过这些国家的话 他们是不让你进去的 另外 全台抢口罩 再出现 城乡差距 盲卖口罩 药局 忘补货 报药荒 这是 有些基层药局 倔境缺货 本来呢 在出厂的药厂 可能因为复工的状况 就有点缺药了 再来这些 药师很忙着 在卖口罩 所以包括缺货 包括药局的人力荒 今年早报 有一些 篇幅在讨论这些事情 继续听到的是 今天 中时跟联合 在内业 以及头版 关注的一些 疫情焦点 我们先来听到的是 今天 中国时报 跟这个联合报 头版二题 在国外疫情部分 日韩的最新话题 外传习近平要延后 国事访问 疫情严峻 可能日本会立法 要发紧急命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要参考 新型流感对策的 措施办法 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提供法源依据 有见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延烧 日本跟大陆都已经同意 延后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日本的 国事访问行程 可能会延到秋天 发布紧急命令 对于日本政府 或日本民众 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中国时报 也有说 未来在一定地区 发生疫情 快速扩大的状况 可以采取的措施 以及最坏的情况 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 这一次 在紧急命令部分呢 可能都会增加 关键时刻 包括地区 包括学校 或许都必须要听 中央政府的一个调动 疫情关键时刻 持续到9号 这是日本政府自己说 这几天呢 可能是日本的疫情 会往上走 或者是趋缓 相当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再来联合报的头版 二题则是韩国疫情失控 韩国新天地教主 下跪道歉 今天早报也把他的照片呢 放在了头版做报道 不过呢 这个另外一个话题是 他当然他公开说 我们为疫情的蔓延一开始 这个防疫不利 所以我下跪道歉 但是日本媒体另外 很眼尖的看到 他的左手戴者是 因为贪腐烂权 而被弹劾下台 前总统普景会 就职纪念手表 所以你戴着这样一个手表 出来道歉 很多民众观感不是很好 又变成另外一个 争议的焦点了 而南韩的疫情部分呢 现在新增 昨天新增599个确诊 累计433526人死亡 大多数在罹患新冠肺炎前 就已经有自己其他的疾病了 这是死亡个案部分 目前新天地教会成员 占韩国病例数的5成7 南韩教育部宣布 为了防止肺炎的疫情蔓延 全国的幼儿园小学 国中高中 延后两周到23号开学 南韩教育部上个月 23号决定开学延后一周 昨天决定延后两周 再往后延 而日本部分呢 昨天新增19起确诊个案 包括北海道 包括沈奈川 新系大阪 爱元高枝 钻石公主号 都有新增的个案 这是日韩的疫情 今天早报也非常关心 因为台湾跟日韩的往来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另外在中国大陆部分 抗疫监控制 手机要强制健康码 今天在自由时报三版说 中共当局利用资料数据 规范大家的日常生活 要求民众在智慧型手机上 安装一组色码 来决定他们该不该被隔离 或者是否获准 可以搭地下铁 进入商场购物中心 跟其他的公共场所 不过当然今天自由 另外质疑的说 这一组所谓的色码呢 疑似是跟警察 跟公安共享资料的 所以怀疑说 他们是同时在操控民众 好这个是今天自由的报道 另外还有一个说 因为习近平很喜欢中医 所以云南B学童喝中药 配合中央的中西治疗 在乍路的网站上 也有一些话题的讨论 美国的疫情也受到关注 因为华盛顿州 昨天传2死 今天早上最又增加4死 累计到6死 很快速的增加 专家说可能已经 传播超过6周的时间 甚至有数千数百个个案 是被忽略 是被没有看见 没有统计到的 而专家推断 美国的社区传播 可能已经感染上千人 纽约也传出确诊 所以好多人去抢粮了 那包括抢民生物资 抢粮在各国也陆陆续续出现 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包括韩国的口罩 也抢不够用 好多人在低温下 排队买口罩 好这个感觉好像 台湾都已经经历过 那一个阶段了 现在各国慢慢慢慢 浮现在疫情当中的一些现象 中国时报 今天还报道一个焦点 说大陆最新的风险是 他们自己的本土病例 不断在减少 甚至昨天国外病例数 是超过中国大陆的病例数到 所以忠实说 大陆最新的风险是 要防止境外输入的病例增加 很多人从外国带 这些病例进去 或者是跑到中国大陆 去传染给他们的人 这是忠实今天切入的重点 在内夜的七版 中国时报说 现在全球快速蔓延疫情 韩国伊朗确诊人数暴增 很多人担心 疫情会倒灌回大陆 深圳的卫健委说 出现第一起 从境外输入的确诊个案 而宁夏 北京 深圳 浙江 也都出现了境外输入的个案 好这个是 大陆方面担心的部分 而昨天大陆新增确诊数 是近40天 最少的一天 这是中国时报的报道 好部分疫情焦点 我们在头版听完了 我们来听听看 自由时报刚才提到 整个版面都跟疫情无关 头版头条是 立委提案杜绝黄安门 这个艺人黄安 因为他心向中国大陆 有非常非常多争议的言行 那今天自由时报 把他的名字放在标题说 杜绝这些黄安门 滥用健保 月收1.2万全额保费 本来像黄安 他的健保费用 只要缴大概749块 不过接下来要修法 所以未来他要缴 1万2千块全额保费 周时还电了一下马政府 说中国籍人士享有健保资源 是过去马政府时代 用公告的方式 大幅放宽中国人 纳保资格开后门 现在绿营主政了 而且在立法院也是 掌握多数席次 所以主张修正 防堵现行的制度漏洞 而时代力量也力挺 目前要修法的这个方向 他说卫福部当年公告 超过了健保法的规定 所以可以要求卫福部更正 接下来提案修法方向是 一年在台湾没有住满183天 没有缴我国的这个 所得税记录者 新增被保险人第七类 由纳保人自行海外申报 所得设计相应的集聚 来缴健保费 政府会着余补助 如果没有办法提出所得 证明就要缴纳 最高集聚的费用 最快明年可能就会调涨 这些人的健保费了 自由时报 今天在内夜的报道则说 苏贞昌昨天也表态说 中国即享有台湾健保 我们必须用永续的方式 让健保存续下去 公平处理 台湾健保不能倒 如果要存续的话 就不能够有不合理的负担 这是自由时报 中国时报则说 你要来看一看 就要更公平的看 陆配跟外配有什么不一样呢 检讨纳保 必须要通通一起来看 不能够陆配又另外单独特例来处理 不要带有色眼镜 今天中国时报说 用大数据来判断 才能够更公平的对待 他说其中 台湾去年健保支出超过7000亿 大陆人用了7.23亿 不过他们自己付了7.19亿元 差了400万 但是卫福部说 大陆人士的医疗 大部分用在生孩子 而不是滥用 台湾少子化相对危机 如果可以增加 人口当然很好 你健保要不要改 要 但是不要特别去挑陆配 或者是挑这些 所谓大陆籍人士来改 应该一体适用 因为很多其他国家回来的人士 也都享有台湾的健保费 这是中国健保的福利 这是中国时报的标题 另外自由投版 其他的重点还包括 偷天换日到土地 诈骗集团骗走5.6亿元 假地主过户土地 再设定抵押变现 好这个是一个47岁男子 他假冒地主身份 向法院申请民事调解 取得以土地抵债依据之后 再去办土地过户 设定抵押变现牟利 不到一年时间 这样偷天换日 做了四个案子 得手5亿6千多万 地主都不知道 地主是后来拿到了 这个土地增值税缴纳通知 才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案子呢 在警方的破案之下 就曝光了 今年自由时报头版二题 你是我的眼 编曲者入籍 九名高专人才 成为正港台湾人 这是内政部 昨天公布的规划名单 包括了 曾经为歌手 肖黄奇 写你是我的眼 张慧的 老虹虾 以及梁静如 可惜不是你这些 知名畅销歌曲的 马来西亚籍编曲作家 陈飞舞 以及金曲歌王 肖敬腾 狮子赖乐团的 赖乐团当中的 贝斯手 他是日本人 后腾使归 都成为正港台湾人 在台湾可以享有 社福保障 也可以享有参政权 自由时报 今年头版有两张照片 一个是香奈儿的时装秀 受到疫情影响 今天第一次全球直播 还有等不到春雨 物色水库寒可 现在都露出了 这个沙土的面积 不是水了 所以这个 其实下雨还是蛮好的 因为现在水库 真的有点紧张 中国时报在 自由时报 在头版下半版面的照片 来关心缺水的话题 7点50分听广告 广告之后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听 财经报纸 以及内夜的新闻交点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播开云雾 你需要 早早早 今天有谁来呢 剧魔工厂又出现了 还有汤米 平均以及刚才的这个 Muffy还有理查 大家好 Semi没看到 好 不管如何 我决定听那个长庚说 不看这些 从这九个疫情国家回来的人 连看不是探病 是连就医都不行 检查都不行 我有点傻眼 你知道长庚医院 一年赚多少钱吗 这全台湾最赚钱的医院 一年赚80亿 那在前十名赚钱的医院当中 长庚有四个 然后可能赚50亿可能赚10亿 你赚了那么多钱 然后疫情当头 你竟然去收病患 我觉得有点过分 因为这些病患 你不收他去哪里 他就去台大去荣总 然后甚至有些 像公立医院 他不能去收 因为政府的立场的关系 那等于你把责任往外推 然后增加这些医院的负担 这些医护人员的负担 如果说所有的私立医疗院所 都这么做 那我们的这些公立医疗院所 就崩溃了 我觉得长庚这样做不OK 嗯 汤 7点51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西燕荣 继续我们来听听看 财经报纸 今天在头版的新闻焦点 工生时报 头版头条说 美日英 美国日本英国的央行 喊降息就是 大家纷纷要有一些作为了 全球主要央行联手 就经济几率大增 股市出现止跌讯号 而经济日报呢 今天在头版二也说 全球央行联手宽松快了 动作马上就要出来了 包括日盈承诺要采取必要措施 稳定市场 英国信心喊话 激励股市回稳 果然就像今天新闻一开始说的 清晨的美国股市是大涨回应 涨幅大概3%到5%多 所以今天白天 亚洲股市表现值得期待 昨天台币冲二字头 新的热钱涌入 联主会降息预期发酵 亚洲会市大开资金派对 会议主管说 最近台币有机会看到29.8块 昨天升值2.06 较收30.124 兑换1美元 昨天台北股市一度失守 年限11,057 不过信号官股连期买 护盘中场下跌121点 收在11,170点 守住了11,1个年限大关 今天可能可以稍微喘一口气 而今天公商时报 头版二提示 美元杀生起亚币转强 下半版面则是华航说 他们的营运真的很艰苦 好像雪崩一样 三月取消49%的航班 不排除强制休无薪假 甚至全员减薪 而其他包括国泰 包括长荣 现在也都希望 员工能够尽量休假 毕竟现在没有人敢出国 尽量都不要去搭飞机 至于新宇航空说 没拍摄 我们只有三架飞机 影响不是很大 而经济日报 今年头版下半版面的重点 还包括非制造业景气极动 国内消费紧缩 国际物流中断 二月份的NMI指数 跌幅近六年来最大 欧亚制造业PMI 也是很低迷的 而G7本周要开会 来讨论 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限制疫情 对经济成长的影响 编揽重点 劳动基金挺台股 210亿元上膛 Switch大热单 红海货集单 这也算是防疫概念股 Switch现在根本买不到 你就算要订也订不到 台湾大总做台湾5G 电信业药 施燃其整病潮 以及全球经济盟成 OECD下修经济成长预测 工商时报 今天的编栏重点 台股透暖疫 在线3000斤 劳动基金逢低加码数十亿 以及高盛估计 联主会三月降协两码 七大民营金控法说会 改为线上法说会 二月份的汽机车销售 意外的好 这个意呢 用疫情的意 为什么呢 大家不去搭公共运输工具 怕被传染 所以就去买汽车买机车 走这个方向的一个概念 所以汽机车的销售非常的好 工商时报说 OECD全球经济成长可能会砍半 联合报今天的二版 防疫融资放宽 不限业别 营业额连续两个月 下滑15% 就可以申请融资放宽 另外还播一元改造商圈 而五星价潮还没有大爆发 特别于旅行业 现在估计上半年超过500家旅行业 可能会停业 下半年超过九成会断吹 影响15万人 餐厅夜市商圈 一文的底用券 每张200块 四种振兴券 你必须要住宿国旅 才能够给 公司都快倒了 还给基薪 让员工上课吗 观光培训补助 改发给雇主 好这次过去 公告协助观光产业转型培训要点 现在不发给员工了 发给雇主 内夜的新闻重点 包括中国时报今年四版说 人类恐惧 恐惧这些未知的风险 就影响到猫狗 很怕被宠物传染 所以有弃养潮 包括国内的宠物店 流浪动物收容所 都出现好多好多 弃养犬只的现象 学者提醒 这是人类对未知的一种恐惧反应 对猫狗来讲 真的很不公平 有症状你可以去送检 不要真的随便弃养 今年中国时报 用在版头 联合报也在版头报道 说猫狗何姑 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 其实猫猫狗狗对人类 真的是有情感 不要让这些宠物的真心 换来绝情 今天早报在内夜 也有提醒 如果你家里的猫猫狗狗 想要检疫的话 有一些条件 就是包括你必须是 确诊的个案 出现发烧 或呼吸道症状 这是人的部分 你家里的猫狗犬只 居家隔离 跟监控状况之后 觉得怪怪的 你就可以去送检 看看他有没有被感染 这是联合报的提醒 还有在内夜也有提醒说 大学开学 很多学校实施防疫点点迷 来掌握课堂的流动人数 学生翘课越来越困难了 另外小朋友 如果在学校要 防病毒的话 今天自由时报提醒 洗手的秒数一定要够 你一定要施洗手 要把每个指缝都洗干净 至少要洗40到60秒 干洗手至少要搓 20秒到30秒 九一上路 两岁以后搭小客车 小朋友必须要坐 后向式的安全座椅 就是他的头不能朝前面 是要往后的 这个后向式的座椅 如果没有的话 赶快去装 因为违反最多 要罚3000块钱 回温只有一天 明天开始湿冷 低温13度 星期四星期五全台有雨 玉山有机会下三月雪 这是生活焦点 另外国民党党魁补选 照常举办蓝银说 因为目前也没有真的 所有活动都举办 我们会听政府的健康的人 不戴口罩 密闭空间戴口罩 同时加强一些防疫的作为 总统府说 如果疫情升温 会分区办公 汉光演习要延后 这是继SARS之后的第二次 另外在内夜新闻 还包括国际焦点 今天是美国民主党总统 初选的超级星期二 有14个州同时初选 拜登彭博桑德斯 到底谁占上风呢 今天可能结束之后 就会比较明朗了 另外中华职棒的赛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确定延后开打 而六抢一的奥运资格赛 6月17号到21号举行 拜拜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